~~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庚武丙序 庚序心事 这个八字他基本上问了很多人 然后有人说他身强 有人说他身弱 反正奇奇怪怪的 那个用神几乎全包了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本身懂八字 这个人本身懂八字 结果你看 就算他懂八字 各位他为什么要问这个东西 因为他无法批命 他无法批命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他上一个大运 这是他现在的一个大运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的一个天干 有看到 丙心一合 然后火来生土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像他这种天干来讲 他的这种本命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他是完全没有财的 他没有财的时候要以什么当财 以食伤当财 所以在这一个大运的时候 就是他之前的一个大运 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是不是火生土来克水 所以来讲他的财运会怎样 会非常非常的弱 这个八字来讲 他的重点会是在哪里 是他的官运很强 所以来讲他假如一直在那边祈求说 他想发大财 结果他把他的一个这个八字的强项忽略掉的时候 他既不会发大财 工作又没有很好 因为他已经把他的强项抛弃跳了 去追求他最弱的那一块 所以我常常讲说 很多人你要去走适合你自己的路 不要一直在想着 不要一直在想着 你想怎么样 很多的时候你的八字不具备这样的特质 这个八字就是这一种情况 所以来讲 各位你就会知道 这个八字 就是他在前几年 好像去年戊虚年 土克水 死得更惨 对不对 然后 过来 丁酉 酉的话其实还算可以 他也一样死得很惨 工作运倒还算可以 过来 丙申 丙申四申一合 完了他的八字的强项 两个火 剩下一个火 所以然后你看火生土又再来克止水 他就是一直在破财的一个情况下 一直在破财 他的什么反而会怎样 他的官运反而会去左右 所以 其实你假如往前推的话 你就会看到丙申年其实烂烂的 工作运 因为他的工作运突然又扫掉了 所以其实像他这一种八字来讲 看他这种八字 然后你再往前推 乙卫 五卫一合 是不是又土来克水 官又扫掉一个 所以来说他是不是他的一个财运 一直都很偏弱 然后他最重要的是官运 结果在乙卫 秉申这两年 就会变得很弱很弱 变得很弱很弱 所以其实他的这个八字来讲 他这个八字来讲 说真的 就 他就是搞错了一个方向 这也往往是很多人 会犯的错误 我们来看他现在进入极丑 极丑来讲的话 一样 土生金 天干还是一样的状况 地支一样 火生土 所以 他的这个财 他进入这个大运的时候 之前都是食伤受伤 食伤当财 现在没有食伤了 食伤也没有受伤了 所以说 他一样是无财无食伤 但是之前他是食伤受伤 现在变成食伤而消失 负的变成零 所以其实基本上他的财运会比较好 他的财运会提升 但是今年是在挤害 所以说还是一样被克 明年 子丑合就会恢复比较正常 他的财运要等到明年左右 他才会比较强 所以这个八字来讲 这个八字 子丑 过来就是淫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财运的时候 木生火 火生土 这一年还算不错 那卯就不一样了 卯就是卯蓄一合 又没有财 还是一样无财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到 就是说 其实在一个八字里面 在一个八字里面 这一个人本身懂八字 然后结果懂八字 却还是一样的问题 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在传统命学里面有多大多大的盲点 甚至有很多人就跟他讲说 你八字假如洗的是活土 你应该在2018年戊虚年 你要很好 但你没有很好 表示你不需要活土 各位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批论法 你用过去来推论未来 一定不准 了不了解 用过去来推论未来 一定不准 不是所有的五行进来 都一定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 因为他假如在进入这个运的时候 他的火 他的土进来 其实就不会再去伤到他的一个食伤 也就是说财 因为他没有食伤可以伤 这时候一进来的时候 他的应运很强 反而会帮助他的一个官运会有所提升 所以各位不能够用这样的论点去推论 很多人都犯了这种错误 以为自己这样子推论 就可以推出他的喜用神 答案是错的 各位 你在投资的时候 你在买基金的时候 人家都说过去的绩效不代表未来 同样的东西 过去的情况不代表未来就是这样 所以各位不要犯了这一种 用过去来印证他的喜用神 然后来类推他未来 很多人都是这样死的很难看 了不了解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友会再见 拜拜